哈喽大家好,我是真老贤 今天的老贤给大家带来一步 我男人杀了我老爸 我老爸杀了我男人老爸的 是时候狗血奇葩的第二句 抓住彩虹的男人 话说江家家族江白给 是胡周瑜等于的纺织大户 当地官员无所谓就诬陷他 设计贩卖鸦片 实际上呢 无所谓的要求很简单 就想要了江家人部的秘方 那江白给嘛 白给他是一定的 你想要秘方 哪这么行 啪啪我告你 我先走一步 面诸你后顾自由 是不是只有秘方没有钱 家产充公也都白给了 结果这样 也无所谓他只想秘方 结果无严无故成了富豪 而江白给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男主面探哥 就不得不带着妹妹 以及老妈悲惨的生活 这件事常常的蝴蝶效应是 江家工人横跳河的父亲 实验没钱看病 也都狗呆了 一专演十几年过去了 无所谓的女儿 也就是我们女主韩姐 就要给父亲买生的礼物 结果毫不意外 我们男主面探哥 一夜看上这款钢笔 两夜毫不意外的发生了争吵 而此时的面探哥 也在莫名其妙 又开家染不妨 是十里八村 出了名的有钱人 他呢 并知道国产编剧币下 有些人的特点 显得淡疼 有些人就告诉韩姐 想要我这是钢笔吗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就给你 那韩姐嘛 韩是种族天赋 他用国产女主的电影特质 要么是穷且易见 要么是纯且倔强 他很明显是后者 虽然这只是路边 随便看到的钢笔 但他还是具象的 画了男主的画像 然后全身寻找面探哥 这一天 面探哥呢 在医院照顾母亲 他老妈突然发疯 要戳自己 下午韩姐 莫名其妙出现在这里 于是他令激动 对没错 他奇妙单写的 拿着了面探哥老妈的剪刀 还顺便打了一巴掌 这巴掌可不得了 一下打破了男主老妈 十多年的抑郁症 而面探哥觉得 女人 你成功吸引了我的嘴力 于是就爱上了他 真的 国产马里叔第二定律 想要吸引男主的嘴力 不是打他 就是打他妈 反正他都很开心 而面探哥老妈的也很离谱 被打之后 不禁不抑郁了 还变得很顽皮 跟女主关系特别好 直到这一天 面探哥找到无所谓 欺负报仇 结果他前脚刚走 无所谓呢 也原地狗呆了 大家都知道 国产马里叔第三定律 男主女主的父亲一死 亲戚公司 瞬间原地消失 所以毫无意外 韩姐家里颇惨了 他不得不开始考虑 卖掉染不妨 面探哥发现 韩姐家是仇人的女儿 于是非常生气 恶意压力价格 韩姐一看 我堂堂仲裁千金 看我如何机制应对 现在我的出价是两成 你怎么能这么无耻 一成吧 你有没有想过 玲珑的大小鼓动 他们怎么活 一成 成交 成交 对 没错 原本人家开价五折收购 经过韩姐的一番心理操作 之后一直让他甩卖 他爹听到对方复活结扎 怎么生了这么个败家玩意 不计如此 看见他甩卖了工厂之后 跟着选择 给面探哥当贴身保姆 目的是不得调查 父亲死亡的真相 于是两不得不签订了 主仆协议 来了之后 他是怎么调查了呢 啊 视频上就当了男主的面 投男主的商业资料 发现投入闲入男主的房间 发现灯灭了 于是大吼大叫还唱歌 真的 面探哥都觉得十分无语 毕竟他也没见过这种 看皮其心种 于是就决定 留他在身边 自己观察人类迷惑行为 后面呢 经过惯例的摔倒拥抱旋转 两个感情也逐渐安眠起来 这些天 咱们帮老员工规告破坏 倒了一部分布料无法交付 原材料玫瑰花也没了 下午在郊区 有个老太太 闲着物料中了几十目玫瑰 为了获得原材料 面探哥费尽心机 但人家就是不卖 憨姐一看就注重庆盈 原来这个老太太中玫瑰 目的是我给死缺的女儿看 憨姐就表示 等你死了 我帮你送我玫瑰花 老太太一听 快乐的不得了 虽然憨姐不离要我的玫瑰花 还说我死了之后 房子归他 什么听感觉都是白给 但是我控制不住啊 编剧你别写了 不给 你是不是让我暴毙啊 我给还不行吗 原材料就答应了 后面那警察告诉了憨姐 他父亲身上 被钢笔挫了个洞 还缠了一个钢笔头 憨姐一寻思 哎 面探哥恰了就那个钢笔 原材料就报警 把面探哥给抓了起来 面探哥一看愣住了 说我这个钢笔的头 不是在这吗 警察一看愣住了 憨姐一看愣住了 大家一看都愣住了 你看局面变得有点尴尬 憨姐大吊一声 你是凶手 我不管 又给大家松了一口气 是啊 什么证据不证据的 只要女主足够喊 我们就能继续进下去 反正在这里呢 憨姐啥也没调查到 就跟我们男朋友 恒跳哥一起 又跟他家人扑法 结果当天开业 第二天倒闭 为了给恒跳哥还债 憨姐被我签下了 主席之为所欲为补充协议 又明白生气 所以这部剧的名字叫 抓住彩虹的男人 原本我以为是什么寓意 结果后来发现 女主角彩虹 难度是抓住他的男人 妈的 这还能在直白点吗 后面面男哥发现 女主角的公司智慧 这么快倒闭 主要是男辈恒跳哥 贪慕了他的钱 于是他就想办法 搞成真相 他就反复设计 让恒跳哥缺险 好比他拿出偷走的钱 恒跳哥每次都能花心为意 今天去当土豪 明天去要饭 来回搞了二世纪 憨姐一看 很合理呀 反正就发现不了 不仅如此 他的每天心情都不一样 今天觉得 明男哥是无辜的 明天就突然发疯 觉得果然男主是个坏蛋 每次只要决心 推进不下去 憨姐就会大吼一声 我不管 你丢是凶手 然后大家一起骗和饭 而男主呢 虽然知道 他也在他身边 一直在害他 但他还是每天 帮他擦屁股 帮他斗的一切傻事 后面呢 又突然出现一个 神秘的女人 也就是我们的女朋友 神经姐 也就是他爹无所谓 其实他杀的 目的是为了 获取阐谋的秘方 是一个原因 我说出来 都怕大家怀疑 别人的智商 说了神经姐 原本是个哥哥 他妈死的时候 穿着衣服 他非常怀念 于是他就要搞到秘方 自己去做这个衣服 于是他灵机一动 杀了无所谓 结果没能得到 现在呢 面谈哥会到了工厂 他觉得面谈哥有秘方 于是一把虎 找到男主的家 就算男主面临这种情况 可以会拿着秘方泡出来 结果男主的秘方 是被送的 于是他又灵机一动 绑架我们的女主 等到男主 已经男朋友来救人的时候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神经姐一看 开着车向前冲 一边冲 一边丢手榴弹我去 一人之力 差点打下平安县城 无二宣誓 哥哥都要你这么猛 实在说不定 还没变了大人 关键时刻 我男朋友横跳歌 一把跳上了吉普车 两个拉着手榴弹 捅归于尽 至此 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了 在影片最后 憾姐以面谈歌 化解了上一代的仇恨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而影片到这里 又全部结束了 所以看完全片 你会发现 这部剧其实就是 如何跟一个憾心解释 这是一个误会的故事 如果掩盖一个误会 产生的bug 编剧就写了无数的误会 然后通过女主 大脑重启 将一些bug消除 从而达到 帮剧主偏何番的目的 编剧你赢了 好的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当然喜欢 不要忘记关注 我是真的老板 下期再见